Hello, 大家好, 今次要為大家介紹另外一部 Raspberry Pi 的 Player 或者ScreenMark 今次我們會用上 Waveshare 的 Wide Screen 1280 x 400 的 Resolution 的 Touch Screen 在一般情況下 Widescreen 的 Player 都會用 Volumio 作為一個操作系統 在 Mood 呢 Screen 的 Resolution 不太適合 所以觸動上也不太靈活 而 Pi Call Player 呢 它也不支持 Resolution 的 Touch Screen 所以一般情況都會用 Volumio 但用過 Volumio 的朋友都會知道 Volumio 未必個人都喜歡觸動介面 以及觸動上 所以本人一直都會用 LMS Logitech Media Server 再加Squid Slice 在這個觸動系統上 我們其實 方巾也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 DiatPi 如果大家對 DiatPi 有些什麼想知道 可以在留言區 在 description 上 參考 DiatPi 的網頁 網站 DiatPi 的好處 就是它非常之 Lightweight 同時它都可以裝上 Logitech Media Server 和Squid Slice 作為一個Player 我們首先看看機身 機身就是 Ultra Wide 這個就是一個 Screen Saver 按了 Screen Saver 就可以看到 右邊是一個 Playlist 左邊是一個 選歌的介面 這個操作系統的介面 其實跟Logitech Media Server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亦都可以操控 亦都有些類似Volumeo的介面 但它是比Volumeo 反應會更加快的 它也同時可以選擇不同的 玩家選擇 但這裏就沒有 它亦都支持Spotify 和Title 所以 大家如果聽可以串流的話 也可以直接在這裏 選擇Spotify 或者Title的歌 這個就是出外界面 機身方面 它亦都比較細小 大約 手掌大一點 背面也是 最近這幾代常用的 開孔 USB Pi 以及一個USB Standard 內部方面 LPS 它會改進了 今次用了一個更加高精密度的 High Position的TLC-71 作為一個Voltage Reference 加大了一個 雷波的 連得塔 在操縱上 拿SD卡 是更加容易的 更加快手 在移出SD卡 這個位置 更加容易拿 除了 除此之外 和其他前幾代都分別不大 這個就是 LCD的支援 在這裏也會增加了 一組 USB的 套 直接 給電源 觸控器 所以 就算這部機 可以裝上 CD-ROM 或者一個 2.5寸 硬碟 它也有足夠的電力 去推動 硬碟 或者CD-ROM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或者有些什麼 留言 歡迎大家在留言板裡 解釋你的感受 或者問題 多謝